汪峰歌手第八期夺冠! 勇斌感谢偶像选歌! 中奢网娱乐讯! 汪峰歌手第八期夺冠! 勇斌感谢偶像选歌! 勇斌从来都没有想到汪峰会选择这首歌曲参加批馆赛! 之前有选手在天籁之战这档节目中演唱了这首歌曲,也许给汪峰留下了深刻印象,勇斌表示比赛的时候自己非常紧张,他认为汪峰的改编让歌曲有了新的生命! 歌手汪峰 歌手2018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,歌手们的表现非常不错,汪峰之前演唱的歌曲都很动人,该节目已经接近尾声! 网友们表示歌手阵容非常强大,遇可为加盟让人觉得非常惊喜,第八期贴管赛吸引了大家的关注,据了解,汪峰演唱了歌曲再也没有! 而且获得了第一名,这首歌曲是勇斌创作的,他表示自己非常喜欢汪峰老师,现在偶像演唱了自己创作的歌曲! 他非常开心,这首歌曲也受到大家关注,勇斌表示自己也不知道火的原因,还有网友询问写这首歌的理由! 王峰唱歌! 勇斌从来都没有想到汪峰会选择这首歌曲参加踢馆赛,之前有选手在《天籁之战》这档节目中演唱了这首歌曲,也许给汪峰留下了深刻印象! 勇斌指引了金正ens förмiu。 勇斌表示比赛的时候自己非常紧张,他认为汪峰的改编让歌曲有了新的生命,其中加入了古 Milliarden元素,这让歌曲更有味道。 pete del fin 再也没有带着满满R和B风格! ions in 泳斌表示两年之前和女友吵架,当时就有一种情绪,因此就产生了这首歌,现在大家都很喜欢他很高兴,当时没有想到会如此受欢迎。 汪峰照片。 泳斌表示自己现在正在准备第一张专辑,里面有以前写的歌曲,也有新歌,他表示不同风格的音乐让其有了很多灵感。 他将创作过程比作制作香水,他觉得能够将不一样的东西混合在一起非常有意思。 泳斌现在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音乐,凤凰娱乐对他们的公司进行了投资。 中奢网娱乐讯。 汪峰歌手第八期夺冠,泳斌感谢偶像选歌。 泳斌从来都没有想到汪峰会选择这首歌曲参加踢馆赛。 之前有选手在《天类之战》这档节目中演唱了这首歌曲,也许给汪峰留下了深刻印象。 泳斌表示比赛的时候自己非常紧张,他认为汪峰的改编让歌曲有了新的生命。 歌手《汪峰》。 歌手《2018》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,歌手们的表现非常不错,汪峰之前演唱的歌曲都很动人,该节目已经接近尾声。 网友们表示歌手阵容非常强大,预可为加盟让人觉得非常惊喜,第八期踢馆赛吸引了大家的关注,据了解,汪峰演唱了歌曲再也没有。 而且获得了第一名,这首歌曲是泳斌创作的,他表示自己非常喜欢汪峰老师,现在偶像演唱了自己创作的歌曲。 他非常开心,这首歌曲也受到大家关注,泳斌表示自己也不知道火的原因,还有网友询问写这首歌的理由。 汪峰唱歌。 泳斌从来都没有想到汪峰会选择这首歌曲参加踢馆赛,之前有选手在天籁之战这档节目中演唱了这首歌曲,也许给汪峰留下了深刻印象。 汪峰表示 игры。 泳斌表示比赛的时候自己非常紧张,他认为汪峰的改编让歌曲有了新的生命,其中加入了古 Maps元素,这让歌曲更有味道。 再也没有带着满满R和B风格。 泳斌表示两年之前歌曲的个动作。 汪峰和女友吵架,当时就有一种情绪,因此就产生了这首歌,现在大家都很喜欢他很高兴,当时没有想到会如此受欢迎。 汪峰照片 汪峰表示自己现在正在准备第一张专辑,里面有以前写的歌曲,也有新歌,他表示不同风格的音乐让其有了很多灵感。 他将创作过程比作制作香水,他觉得能够将不一样的东西混合在一起非常有意思。 泳斌现在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音乐,凤凰娱乐对他们的公司进行了投资。